全国有五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位于花莲的文创园区 就坐落在花莲市中心 厂区开阔 成为台湾文创设计 以及东台湾原住民工艺设计的多元媒合平台 我今天来花莲园区已经看到说 原来它离市区这么近 它其实就是市区的一部分 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了 那再来就是说 它的房舍的格局 不管是它大洞的 就是说一洞跟一洞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它室内的一个空间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理想 所以我应该说我来之前 不知道是这么好的条件 那如果是这么好的条件的话 那应该有一个方法是让它对花莲人发挥 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花莲人喜欢乐活慢活 文创园区进驻后 成功带动周边创意商店群聚 形成风格特殊的文创聚落 瓦塔原民文创商店负责人拿告 两年前向文化部申请圆梦计划第一桶金 打造原住民工艺家的小型文创平台 让更多人看见原住民工艺创作的爆发力 还那么年纪的 哇 之前见过的 那时候好没分纪在那里 是不是 看看这 哇 这样想起来了 13年前 13年前 哇塞 现在就外媒体 对对对 那又来了60位媒体 对对对 位于花东纵谷里的射风乡牛黎社区 是台湾推动社造20年的人文亮点 杨军碧总干事有热情有方法 把社区营造当作全方位的文化专业 从老人妇女国中生到孩子们 每个人都是社区用心耕耘的宝贝 今天看到了他们的心脏 就是他们并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的 大的价值翻转 运动就散掉了 不见了 而且这对于文化部的社区的工作 迷腐化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跟我们同仁常讨论 我们放下去的任何的资源 或者是任何的政策 一定要看到它是否真正的会滋润的 滋润污污污的地图 而且它是永续性的 所以今天来看到 13年前我们来过 而且看到他们 然后看到他们从地暗 从散的工作 变成有组织性的 那更有效率 扩大它的影响力 可是他们仍旧讲的 牢牢地站在那里面上 所以我很高兴 然后我想对我们同仁有事情 能看到它的持续性 花莲无论是文创发展 或是社区营造 都已步上轨道 逐渐发光发热 文化部将持续政策扶植 让台湾的文化土壤更加丰美 文化部媒体公关组花莲报导